美国开辟新战场 苏杰生 火急火燎 来到莫斯科 印俄欲吐何为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后来观点 拜登真是胆大 在多县支援 分身乏术的情况下 居然还敢针对俄罗斯开辟新战场 就在这两天 拜登政府单方面宣布 要扩大对北极和白领海区域外 大陆下的补权要求 很明显 拜登这是想抢在普京前头 先一步霸占北极地区 普京当然不会愿意 因为他早就对外三五 北极地区的开发 是俄罗斯的优先事项 一时间 美国两国剑拔怒张 气氛一度十分低沉 如此围挤关头 印度外长苏杰称却悄声息地来到了罗斯科 他在这里 见到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双方举行的会谈 通过后来的新闻发布会 我们知道 俄印双方的会谈 主要讨论了联合生产军事装备的计划 他们准备在武器制造方面开展合作 其实印度与俄罗斯商谈军事武器的合作并不是什么稀罕人 毕竟一直以来印度都是俄罗斯武器装备的大买家 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苏杰生为什么会选择在美俄关系紧张的时候来到罗斯科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案 第一 近短时间以来 印度与美国 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出现了摩擦 印度外交面临准备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加拿大西科教领袖被枪杀的时间 从9月份至今 加拿大总理特洛多死死咬住 这件事不肯松口 认为这是印度政府特工之间 存在一定联系 但印度方面却失口否认 双方为了这件事闹得是不可开刀 本来这是印家之间的事情 美国没必要谈合 但在11月份 美国司法部有提出指控 声称有印度官员指使该国特工 在美国境队暗杀西科教分立主义主领导人 这明摆着是在坐实印度的罪名 美国的偏听让印度极其不爽 因此 苏介生的此次行动很有可能是故意对美国撒气 第二 美国近期在北极地区的一系列动作 让印度也感到了危险 因为 北一地区不仅对俄罗斯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对印度来说也同样如此 北一地区的气候变化会对印度的农业水利发电以及气候模式等等产生影响 而且北极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这些资源一旦被开采出来 会极大地改变全球能源的供应格局 因此 印度也想要在北极地区分一倍更 但是北极地区就这么大 美国都在这里不知势力范围 印度很难再查点来 但美国两国的关系现在又很紧张 这个时候呢 与俄罗斯搞好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所以苏介生此次访问莫斯科也有拉拢俄罗斯的意图 第三 印度一直对中东局势很有兴趣 因为中东地区是印度主要的能源供应地 中东地区动乱局面加深 势必对印度会产生影响 但是呢 印度在中东的存在感很低 必须依附于某个大国才能插手中东事物 从眼下的形势看 美国是帮不了印度的 目前呢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提升 苏介生当然有兴趣 请俄罗斯在中东王爷面前提携一下印度 说实话 印度很聪明 我觉得呢 网友们对印度的评价还是很中凯的 那就是呢 印度东南西北通吃 这次苏介生到莫斯科 讨论武器装备生产 很有可能 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目的远远超出了已经表现出来的领域 不只是军事 还包括了北极 中东 甚至还有亚太 印度的野心很大 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津贴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